十大封号五帝之一 绝世古飞扬在天荡山脉宇宙 于十五年后转世重生 化为天水国公子李明霄 开启了一场与当世无数天才相争风的逆天之旅 这一下所有人都反应了过来 都是纷纷脸色大变 刚才还相安无事 没有任何征兆 怎么就突然出现了一道结界 薄宇琴的剑一崩散后 李明霄也是神色一领 在第一时间冷剑冰霜出手 剑决星光凌空而起 化作一道剑气之柱 往薄宇琴那一剑斩痕之处轰去 他的眼光极为狠立 刹那间就找到了薄宇琴剑气 展出的细微结界的裂缝 轰隆 结界之力瞬间崩开 李明霄化作一道光芒就冲了出去 突然四道恐怖的气息从四个方向传来 四道不同颜色的光柱猛然冲天而起 引得大地一阵晃动 那四色光芒周围不断幻化出各种异象 有花草树木 虫鱼鸟兽 还有各种体型巨大的上古异兽 李明霄一下子就回到了诺亚之洲上 大吼道 快走 叶凡也是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住了 直到李明霄大吼医生才回过神来 四只巨兽在长空中互相追逐奔走 其中一只形态如攻击 却发出如同凤凰一样的鸣叫 尾巴像是彩色的扫帚 眼见诺亚之洲要破开离去 这只伺机飞机的怪兽尾巴上神光一闪 就消失在了长空上 下一刻 直接出现在诺亚之洲上空 两只爪子一下子化成巨大 轰然一声将战舰直接抓住 轰隆 战舰上的众人都只觉得巨阵船来 一个个震得东倒西外 叶凡也是脸色大变 惊骇道 这 这是什么怪兽 薄玉琴眼珠子都突了出来 惊恐的嘶吐道 妈的 假的吧 上古真灵 虫鸣鸟 李云霄也是一阵醉了 他也认出了雌鸟的形状 正是上古真灵中的虫鸣鸟 其形若鸡 其名若凤 其尾若肘 木生双鸟 故为虫鸣 其余之人更是呆若木鸡 脑子瞬间空白 上古真灵 重现人间 撤还怎么打 怎么打也是死翘翘啊 所有人之中要数水仙最为淡定 他在短暂的惊恶之后 双眸当中金光闪动 令人说道 的确是假的 虽然我看不清它的本体形态 但这只虫鸣鸟 的确是幻化出来的 所有人都是重重的松了口气 一颗胆寒的心纷纷淡定了下来 但是李云霄依然面色凝重 虽然水仙的真实之眼没有大成 但普通幻化根本不能挡住吉木神通 足见这假虫鸣鸟也绝非简单之辈 妈的 让你般真灵吓人 博语行大怒 剑气直接凌空扫出 北鸣剑与风 一道剑气的汪洋大海浮现 往虫鸣鸟的身上斩去 飞鸣也是脸色一沉 五鹰剑睁然而起 众生斩浮屠 他的剑意虽然没有薄语秦那般高度 但也是八星五地的强者 而且是一生静淫在剑道中的剑之狂徒 轻力一剑之下 带着他对剑道的无尽领悟 凌空斩起 飞鸣的内心还有一道执念 便是轻力出这一剑 在薄语秦的悲鸣剑语风下 看看差距到底有多大 两道剑意在空中相互争鸣 但显然 悲鸣剑语风要远远强过那一招 众生斩浮屠 虫鸣鸟发出一声凤凰般的声音 在空中长鸣起来 仿若穿越千古 其余三只异兽文言纷纷咆哮着冲了过来 那只巨鸣的速度最慢 一下子就落在了后面 鸣壳上还是漆黑一片 被深海巨兽轰击的痕迹并没有消失 啾 虫鸣鸟的长鸣声在空中悲淒地叫响 两道剑意直接斩在他的身上 大片的七彩羽毛纷纷落下 飘洒长空 此刻跑在最前面的一只异兽 竟然是独角 形状如牛 身形巨大 整个身体一片昏暗的黑色 凌空跳跃几下 就用力一蹬 直接拿脑袋朝着战舰撞了过来 他巨大的体型一冲 整个空间都为之轰隆隆的巨颤 薄宇琴惊道又是一只 看样子好像也是真灵一般 哼 我倒是要看看 他脑袋硬还是我的锤子硬 李云霄眼中闪过一丝细血的冷色 直接化作雷霆之声 身体不断的膨胀 变成巨大的胖子 高高举起了天锤 一道雷星环出现在他的四周 眉心上更是闪耀出 雷之规则的磨合骨字 无穷无尽的雷霆 直接灌入到锤子内 其中传来阵阵的电闪雷鸣 哼哼 有意思 冰尘也是大笑起来 身上四门骤开 一道道的金光从身体上爆出 无数复杂的金轮 在皮肤上显现出来 环环相后 演化无穷 他双拳捏得琵琶直响 拳头直接化作金色 猛然地轰了出去 如同烈阳行空 李云霄也是将雷霆拒满 大吼一声 就往那独角牛的脑袋上敲去 让你般真灵吓人 轰隆 拳盲和雷霆 尽数轰下 两股力量胶着在一起 凝成一股神一般 直接轰在那独角牛的头顶 无穷力量轰开 那独角牛发出一声 响彻天地的凄惨悲鸣 直接震飞了出去 虫鸣鸟也再也受不住 剑气的斩机 羽毛都快脱落干净了 悲戚地叫了几声 放开双爪 扑哧扑哧地 煽动着肉翅淘开 还有一只通体形如鹿状 头生四角的白色异兽 看到同伴连连受创 猛地停下了脚步 眼中一片惊疑不定 不敢再往前冲 叶凡手中绝印飞快地打出 诺亚之洲上开始一片金芒闪动 都做好了 要穿梭了 啪 突然李云霄一个巴掌 拍在他的头上 将他漫天的绝印打散 诺亚之洲再次恢复了平静 啊 云霄大哥 你怎么打我 叶凡摸着脑袋 有些不解起来 李云霄白了他一眼说道 刚才是以为 打不过这四只异兽 所以才让你催动 诺亚之洲逃走 现在看来我们是 稳操胜券了 为何还要逃走啊 原来是这样啊 叶凡不好意思的摸了摸额头傻笑了起来 那四只异兽并列成一排 隔空望着战舰上都是露出了警惕的神色 薄语琴宁声说道 我明白了 这四绳封印镇在远古时期 应该就是抓四只真灵过来作为镇眼 只是真灵早已绝迹 当初布下此镇之人 只好找了四个替代品 只是 这四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水仙双眉紧锁 胡一道 好像是玄气化形 他也不敢确定 只是这种直觉感很强 李云霄道 那多半错不了了 想要成为镇眼 也只有玄气化形意图才说得通 不知是当初的大能知识 直接用玄气化形 还是在漫长的岁月里 他们自己演化出来的 薄语琴宁笑道 这有何区别 我倒想看看这四件玄气的本体 要知道当年那些大能知识留下的 可都是绝世宝贝啊 这点李云霄倒是十分认同 须弥山内得到了山河顶和五件质宝玄气 玉外星空 由北天寒星铁和太古刚风 加上魔主自己的古神战场 买骨之地的画龙池本就是天地灵脉 加上七件龙之秘宝 以及画出真龙的龙壳 也是威力无穷的封印 只是 他面色有些凝重的说道 仅仅是一块红石的花 需要这样大手笔的封印吗 直接将海底的地脉灵矿 开辟出一个独立空间来 并且用四神封印镇镇压 而且王公遗址上空的那莲花岛屿 若是我没猜错的话 李云霄的神色一下子变得肃然起来 一字字地说道 就连陷空倒下受损的法华连台 也极有可能是从此地遗失过去的 啊 水仙惊呼起来 一脸的难以置信 众人都是心中一沉 也感觉到了一种难以言喻的凝重 薄玉琴也是瞳孔周梭 李云霄的这个推测合情合理 法华连台如是我闻 极有可能是地脉之上的莲花岛屿封印的镇眼 否则海神遗留下来 历代海皇的坐下连台 怎么可能被遗失在莫名的海域 开辟独立空间 用四神封印镇封印 布下莲花岛屿 用如是我闻作为镇眼 再加上东海王族坐镇其上 这样的大手笔布置 会仅仅是因为一块红石吗 薄玉琴脸色一下子煞白 姗姗冷汗流下 震惊道 你 你的意思是说 答案几乎呼之欲出 李云霄眼中闪过一道寒芒 沉深说道 现在还有最关键的一点 北明天路到哪去了 众人也都是疑惑不已 是啊 他们出海 就是因为收到了北明天路的讯息 想来东海王宫寻宝 但此刻场景映入眼中 可以看到根本就没有任何宝物 那么北明天路就是骗了大家 那现在这个骗子呢 廖阳斌也是脸色难看起来 花费这么大的精力 死了这么多人 不远千万里赶来 竟然是个骗局 李云霄目光闪动道 如果只是一个骗局 倒也罢了 我就怕 他一次次寒声说道 我就怕 这是个杀局 一股凛冽的寒意 在每个人的心头升起 随着李云霄的判断落下 整个空间内 那些孤零零的耸立山石 似乎传来悲哀的七名 那是他那个人的天然吗